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在2022年全年中 公版的三星4nm工艺的骁龙8禁一芯片 可以说是口碑烂透了 以至于高通不得不推出 台积电4nm工艺的骁龙8家来救场 但是在这之前 Vivo发布了两款定制版的骁龙8禁一旗舰机型 这两款机型分别是7寸的大屏旗舰Vivo X Note 即折叠屏Vivo X Ford 定制版的骁龙8禁一芯片 比公版的骁龙8禁一多了SPU安全处理单元 可为用户提供更安全的隐私保护 这又是Vivo跟高通的联付研发成果 所以目前也只有Vivo家 有搭载定制SPU版骁龙8禁一的机型 在生产环节 代工厂对这种定制版的骁龙8禁一 肯定会在质量方面的要求更高一些 当然我们用户在意的还是产品本身的体验 搭载定制SPU版骁龙8禁一芯片的Vivo X Note 目前12加256版本的官方售价 是5999元 跟同版本的X90 Pro Plus相比要便宜500 那么肯定很多朋友会思考 这两款手机相比到底选哪款更好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盘盘它哪个区别 性能方面 X90 Pro Plus更胜一筹 Vivo X Note的核心配置 是骁龙8禁一加LPDDR5加UFS 3.1 虽然这里的骁龙8禁一是定制的SPU版 但是其参数和性能都是跟公版的骁龙8禁一一模一样 所以它还是只能被荡成骁龙8禁一来看 其核心结构是一个3.0GHz X2 超级大核加3个2.5GHz E710大核 加4个1.8GHz E510小核 GPU是Arduino 730 机成的机弹是X65 而Vivo X90 Pro Plus的核心配置 则是骁龙8禁二加LPDDR5X 加UFS 4.0 其中骁龙8禁二的核心结构 是一个3.2GHz Cortex X3超级大核 加2个2GHz 8GHz Cortex A715大核 加2个2.8GHz Cortex A710大核 加3个2.0GHz Cortex A510小核 GPU是Arduino 740 机成的机弹是全新X70 从架构和参数来看 骁龙8禁二个方面都更强 而且它是台积电4nm公 相较于骁龙8禁一 骁龙8禁二的CPU性能提升了35% 能效提升了40% GPU性能提升了25% 能效提升了25% 还支持硬件及光线追踪 而全新的X70基带 虽然在速率上 似乎还是延续了X65基带的参数 但5G以及其他方面的性能 肯定也是有所提升的 从这两款手机的核心配置中 我们还能看见 X90 Pro Plus的运存和闪存版本都更高级 手下LPDDR5X的频率上线 已经达到了7500Mbps 相当于是6400Mbps 来LPDDR5的1.2倍速 其次UFS4.0的连续读取速度 高达4200Mbps 相当于是UFS3.1的2倍 而UFS4.0的连续行速度 高达2800Mbps 相当于是UFS3.1的1.6倍 当然这些参数都是理论值 是相关的性能峰值 用户在平时使用的过程中 不一定都用得上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性能相对较弱的Vivo X Note也是够用的 屏幕方面各有优势 Vivo X Note的屏幕是7.0英寸的三星一五屏 分辨率是3088×1440 它的长宽比例是21比10 除了屏幕尺寸大 比例也比较特殊 它支持最高120Hz刷新率 和240Hz触控采样率 也有10bit刺身和LTPO节能技术 还有不少朋友都比较喜欢 超声波3D广于指纹识比 比较遗憾的是当时的三星屏 还没有支持高频PWN调光技术 低亮度使得护眼效果相对较差 Vivo X90 Pro Plus的屏幕是6.78英寸的三星一六屏 分辨率为3200×1440 比例是20比9 它的尺寸要比X Note的屏幕稍小 但是分辨率更大 所以屏幕像素密度也更大 高达517ppi 显示精细度要比X Note的485ppi略好 X90 Pro Plus的屏幕最高刷新率 也是120Hz 但它的触控采样率为300Hz 比X Note略高一点 同时也支持10.7亿色显示 还拥有更先进的LTPO4.0节能技术 当然超声波3D广于指纹识别也没落下 比较好的是 X90 Pro Plus首发的三星一六屏 给到了1440Hz高频PWN调光 所以 论屏幕综合素质 确实是X90 Pro Plus的屏幕更好 但X Note的屏幕是7.0英寸 21比10的大屏 游戏和观影体验都会更好一点 即便是没有高频PWN调光 相信很多用户还是都能接受 算是无误开了 相机配置方面 X90 Pro Plus更强 Vivo X Note的相机配置是 3200万像素的前置 加5000万像素的主摄 加4800万像素超广角 加1200万像素人像 加800万像素长焦 其中主摄是三星GN1传感器 是1.3英寸大地 镜头材质是8P 彩色高透镜片 拥有F1.57大光圈 并支持IS光学防抖 X Note的超广角 是1.2英寸的Sony IMX598传感器 镜头光圈是F2.2 支持114度低机变广角拍摄 人像镜头是Sony IMX663传感器 F1.98光圈 50毫米黄金人像焦距 它的长焦镜头 也有2S光学防抖 最大支持60倍数字变焦 但像素只有800万 所以解析力是个硬伤 Vivo X90 Pro Plus的相机配置 是3200万像素前置 加5000万像素主摄 加4800万像素超广角 加5000万像素人像 加6400万像素长焦 除了超广角 其余镜头均支持 OIS光学防抖 其中主摄是Sony IMX989传感器 拥有1英寸大地 是目前行业天花版的配置 镜头光圈是F1.75 材质也是8P 彩色光学镜片 X90 Pro Plus的超广角镜头 跟XNode完全一样 不同的是人像和长焦镜头更强 它的人像镜头 是全新首发的 Sony IMX758传感器 拥有2.4分之一英寸的底 像素也比Sony IMX663高很多 也是F1.98大光圈 和50毫米黄金人像焦距 再加上有IS加持 X90 Pro Plus的人像拍摄效果 当然会更好 X90 Pro Plus 这次采用了 跟华为MIT50 Pro同款的 长焦镜头 也是V64B传感器 拥有1.2英寸大底 镜头光圈为F3.5 支持3.5倍光学变焦 和最大100倍数字变焦 这当然要比XNode的 800万像素长焦镜头好多了 另外 独立影像芯片方 XNode搭载的是V1 而X90 Pro Plus则用上了V2 XNode的影像芯片 落后了X90 Pro Plus仰带 V2在拍照的细节优化方面 数据吞吐量方面 以及动态插针的丝滑度方面 均比初代V1芯片好的多 所以从相机的综合配置来看 X90 Pro Plus除了前置和超广角镜头之外 其他各个镜头都碾压XNode 续航方面 XNode略胜一筹 V2XNode的电池容量是5000毫安时 搭配的是8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 X90 Pro Plus的充电方案跟XNode一样 但是X90 Pro Plus的电池 只给到了4700毫安时 少了300毫安时 续航能力自然要稍微差的 另外 X90 Pro Plus还有特技加持 那便是支持无线无损Kifi 不过这只有搭配V2TWS3 Pro无线蓝牙耳机才能实现 除了这些区别之外 V2X90 Pro Plus和XNode都具备红暗遥控功能 支持蓝牙5.3 IP68防尘抗水 以及拍照转文档和录音转文档等功能 所以综上所说来看 XNode除了续航比X90 Pro Plus更好之外 其他方面都被碾压 如果前者之比后者便宜500元 Tiger觉得多花着500完全无有所知 但如果后期XNode有更大幅度的差价 XNode这款经典大平旗舰还是非常香的 那么问题来了 你会在这两款机型之间选择吗 你认为这两款机型差价在多少范围 比较合理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